臺北市好運塗漁專車 補助滿週年 一萬七千多名孕婦受惠 即將突破46萬趟次 並且調查滿意度 在滿分五分鐘獲得4.7分 不少孕媽咪們表示服務貼心 另一半也放心 囤問卷的結果 到底五顆星 我們可以得到幾顆星 那是不是市長可以幫我們先從 申請流程 有從所謂的醫療院所 還有很多的單位 甚至網路線上都可以直接申請 到底幾分 登登登登 Woo 總共是4.5顆星 那可能有些人希望更便利 那也留下的資訊 讓我們作為改進 所以我們再來努力 好 那到底支付體驗體面上來講的話 到底這個使用感覺如何 而且我們便利 甚至申請快速等等 好 那是不是請市長再幫我們開箱 登 啊 4.4 所以我想在整個這個支付體驗上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系統上我們已經在今年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改善 希望未來的支付體驗不要再有任何的這個動作 但是這一點國民聽到國民也跟資訊局共同汲取來合作 好那司機服務的部分 OK 那麼沒有4.3顆星 好 那只能在這個過程當中上來講的話 我們不斷的給司機更多的一個教育 也希望他們能夠配合 這次三千多份的這個問卷裡面 其實有兩千多份 他們很感謝司機對他的幫忙 那說了很多的小故事 包含他們會幫我們的育馬咪 帶著這個他的行李 然後提上樓 我都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整體的滿意度到底是多少 請市長幫我們打開這個星星 哇 來到4.7顆星 所以呢也讓大家知道 我想這個政策真的是很符合 馬咪們的一個需要 但是呢這個我們有接棒的 不管是所有今天在的藝座們 還有市長對我們提取 還有我們要對所有的這個運馬咪們 還有我們的家人交代 我們一定把這樣的政策做得更好 讓大家的體驗越來越好 我自己很感動的是 我常常在很多活動的場合 會突然有一個軟咪過來 他就說市長 我有在使用你的好運2U專車 我們好喜歡這項政策 或者是有很多的馬咪 他會發一張IG 然後tag我 然後告訴我他們使用的心得 絕大多數都是非常肯定 也非常謝謝我們事苦推出這樣的政策 所以這些都是讓我們感到非常軟心 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等一下除了有抽獎 讓所有的寶寶媽媽媽可以抽到 對於招呼 baby 很多的用品 更重要我們這一次也擴大 我們針對他們營業的範圍 也就不再侷限在台北市 到外限時也可以使用 不管是想要出去走走回娘家看看精油 或者是想要走走舒緩壓力 甚至有些媽咪想要跟閨蜜 喝個下午茶享受me time 我們都很願意提供這樣的乘車服務 最主要我自己三個孩子 我每次看到我太太從懷孕開始到生產 到生產後要帶一歲以前這麼小的寶寶 很辛苦 不管是如果很多警察大都要過馬路 要急公車前運 或者是很多媽咪她可能遇到下大雨 要撐傘 要抱著 baby 要背叭叭叭 真的很不方便 這時候如果可以有一個叫車的服務 提供她不只是省下車子 更重要的是我們提供結型的服務 所以未來我們將跨縣市提供服務管道 台中 高雄 剛才我特別問局長 宜蘭有沒有 有 我太太以後可以用的 會用以後嗎 我們拭目以待 很快 今年母親節生產的台北市議員中佩君 也帶著三個月大的寶寶出席記者會 以使用者身份分享搭乘好運專車經驗 謝謝有耐心的司機 在搭車時給予關懷幫助 建議服務可以更精緻化 另外也有媽媽們表示 這項政策非常實用 那市長剛剛講的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金額 還有使用期限 現在看起來是傲視全台了 這是我作為台北市議員作為台北市民 很驕傲的一點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這個問長大哥也來到現場 市政府推這個政策 我們要謝謝很多民間單位跟我們的協助 特別是第一線的問長大哥 因為我懷身一開胖的32公斤 基本上每次坐計程車都很像恐龍 我在上車 所以很需要這個很有耐心的問長大哥 多等我們一點時間 或者多給我們一點關懷 都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今天也想藉這個機會 特別謝謝他們 那當然這個服務推了之後 我作為議員的角色還是要繼續監督 那我的時候在未來 這個服務可以持續的優化 我看到今天這個合理廠商 協力廠商有關閉 所以想說是不是台灣大車隊 還有我們這個大陸位車隊 可以思考開始我們好運專車 也許配置器座 然後在這個無煙車的駕駛鼓勵 肯定的方面給他們這些評鑑 那讓育媽咪或者是帶著寶寶的媽媽 這個實際使用上面可以更方便 這是我們邁上兩周年 希望可以優化的具體目標 那剛剛市長有想說 這個也許他明年還可以再用 沒有 我只是說是有跨到宜蘭 沒問題你不要客氣不要謙虛 我很看好你 因為是這樣 我當這個市長上任的一年多來 他常常每次開工 我就會送很多金鏟子到議員的研究室 我個人就收過你一堆什麼貫穿石啊 一堆金鏟子 看起來是蠻有效的 所以呢 領上網來 等一下我就回去打包好運眠 送到市長辦公室 希望明年兩周年的時候 市長一起來跟我們分享心得好不好 好 今天我是比較懶惰的 就是上網申請 然後怕說會很久 可是其實很快 大概一個禮拜就出來 然後在台北桶上面就可以使用 對 就用APP了 就是他在市民熱線的品牌申請之後 然後他在台北桶上面就會塗多一個 就是那個好運證 那上面其實我覺得很方便的地方是 我不用透過轎車形容 我直接直接從台北桶上面 我就可以定位說我想要哪邊轎車 然後他車到的時候他就會也會很貼心跟你說 車已經抵達你是否上車這樣子 然後到場他有兩個選項 就是在支付的時候可以用 就是掃QR Code 然後或者是那個直接手動輸入那個金額 但我記得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然後還不知道怎麼用 其實司機其實也都蠻熱心 就跟你說就是有一個QR Code 或是你按那個數字金額比較快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是因為就是他一次搭乘是可以250塊 那我覺得其實在台北市區 雖然250塊沒有非常多 可是其實是真的蠻好用的 其實我自己坐下來 其實我真的是做得蠻勤勞的 社會局持續募集媽媽們的使用心得 及經驗分享 並推出連續五週 從申請這項服務的孕婦名單中 抽出幸運兒 送出精美孕嬰用品 江灣也宣布補助範圍今年擴及全胎 孕婦不只可以搭去產檢 或帶寶寶打預防針 也可以回娘家或出去散心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